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介绍一下多肉 很多花友说多肉不太好养 经常会出现烂根的情况 或是土长的情况 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上一样东西 就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这个东西就是水苔 水苔它的透气透水性比颗粒土还要好 所以用它养多肉 可以防止多肉出现土长烂根的情况 那么水苔我们怎么用呢 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水苔放在清水里泡一泡 然后把它取出来拧干里面的水分 然后用这个水苔包住这个多肉的根性 包裹之后之后把它放在盆里面 然后空隙的地方 我们再用水苔把它填满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我们再把它放在通风的地方 这个时候既不用浇水也不用施肥 把它放好 等到这个水苔干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在一个水池里面 或是一个水盆里面 把它进盆大概两分钟之后 再取出来 轻轻压一下这个水苔上面的水呀 然后就可以了 之后呢等到它干了 我们再循环上一次的动作就可以了 这样呢多肉啊既不会缺水也不会导致它积水烂根 而且呢透水透气性非常的好 那么多肉呢就不会出现烂根的情况 爪湿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根系也能够长得非常的粗壮发达 所以呢我们养多肉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用 水苔这个方法来养多肉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用水苔养多肉的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